一分钟带你了解精彩剧情 爆炸事件后 翁秘书长升任次长 施兰升职为国防部外事中心主任 施兰接到组成五的十七路军第三师被策反了消息 施兰使用离间计 使得第三师马师长和卫团长相互起疑 马师长与卫团长自相残杀而死 施兰坐收鱼翁之力 等待消息的肖月得知此事 在坝下镇水域公开处死李从文与江洪英 李从文与江洪英身背大使被沉入水中 危急关头一陌生女子救起江洪英 肖月及时发现将危急救出的李从文重新捕获 组成五因第三师被策反事件受到调查 施兰出面为组成五解决困扰 却以此事为把柄要求组成五对自己言听计从 防着藏宝因方卫图丢失或损害而无法查找 藏宝者会用特出的手段 在藏宝地区做下暗示 因此我相信大侠镇的规划绝不是随意而为 对 对 提供规划的人也许就是藏宝者 但我敢肯定他们绝对都已经死了 少说废话 多想想里面的玄机 或许能使我们拨开云雾见明月呢 按照莱布尼茨的理论 八卦属于八街济尊 他们是坑坎尼医 脱浅占温 分别指的是零一二三四五六七 砍为二 砍挂的中间一个杨摇 上下一个阴摇 阴摇相当于二锦中的一 阴摇相当于二锦中的零 这似乎给我们一个数字化的提示 试坐标 砍的方位是西 挂幅是正南 正北 从坝下站的中心以二位置计算 其代表的坐标是 N零八 E三九 那不是鱼塘旁边吗 对呀 砍为谁 鱼塘当然属于谁了 这绝对是一个非偶人性的契合 对 尚丰当时是指示 在建造镇子的时候 地面上的建筑和设施 尽量地要保存 包括鱼塘和养殖户住所都在其中 老甘家 你们不是只能在原地扩建是不是 对 没错 为什么要求保留 这是不是很说明问题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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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也不容乐观 我们分掉藏宝 尽快离开 此地绝不可再多得留 是啊 一个人影下的声都劈了 再待下去该闹病了 找到藏宝了 霸夏镇从来不缺能人 你应该知道这个结果 你们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回不了头了 杀了我吧 否则 我会追你们到天边 为什么那么傻 为什么不能跟我们一条心 我宣过事 要效忠的 是你说的 他死在我们手里 还能落得一世清明 留给组织处决 死都死得不干净 要不你来吧 我有一百个理由可以杀他 那也谢谢你了 算了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箭头走了 一二一 一个不是 选走的 选走 这次会议 委员长颇有一种得知意满的感觉 他说在两年内结束抗战 不是没有可能 随着美军在西台北洋战场上的节节推进 同盟国如日中天 中国若能紧进美英苏之后 成为四强真正的战绩来 我相信 他会走一条 与别国不一样的宪政之路 当然 委员长的宪政 是为党权服务的 他不允许军队的战后中立 相反会以大吃小 吞并各个诸侯 他更不能容忍共产党拥有武装 所以无论出了任何问题 都不能断了跟海军的联系 陈将军私下里询问了 一件援助的事情 你怎么说 我扔得稍安勿躁 一切尽在我们的掌控之中 高处长 翁秘书长 属下犹如使命 罪当万死 我知道了 世事难料 谁都不是神仙 你们还都活着 就是我之所幸了 别以为能骗得过我们 想想这是什么地方 我们都是什么人 说 你和那些叛徒 下一步计划是什么 没能阻止他们 我有罪 但我跟他们不是一伙的 少跟我来这套 你们想要造的就是这个假象 放你回来就能窥探到组织 对这件事的掌控程度 当你确定组织已全然尸击目标 这场反叛就成功了 而你用一个悲情英雄的姿态 还能脖子同情全身而退 最终跟他们一起坐享其成 告诉你萧远 火中取利这手并不新鲜 别在我面前心存侥幸 那就逼了我吧 你要真的想死 就不会活到现在 我活到现在 是想当面跟组织 以死谢罪 不是别有用心 他们凭什么留你这火口 你这个畜生 带给我滚 告诉我 你们是经过什么途径得知石瑶姐要去霸下的 别再狡辩 何有这一惊交代 你们去夜宴 就是为了拦截石瑶姐 给反叛者的逃离创造时间和空间 我不是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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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听说 别意有坏事 就往共产党身上推 我给你注射的药剂浓度很高 及你现在的意识能力 不可能变出完整逻辑的谎言 你生生吧 听说 我警告你 不说实话 就别想活着从这里出去 所以我拜托 我不想再听到共产党这三个字 我说了吗 我说了吗 你还挺个什么 为谁挺呢 有功的基础 就是有正确的推理 推理不正确 打多少药都没有 打多少药都没有 师姐 你真的很好 很迷人 散发了诱人的气息 让男人无法抗拒你 像你这样的女人 你就不应该属于这里 灯红酒绿的世界 在呼唤你 在等着你 那些人 也在等着你 等着 把你那一份 交给你 只要你告诉我 他们在那儿 你就会没事 相信 你现在丢失的 只不过是一份身外之物 而你得到的 是自由 而 花花绿绿的世界 在等着你呢 千万 不要放弃这次机会 我求你 我从来没有迷恋过灯红酒绿 我只想要一份爱 想不爱你真的很难做到 姐姐 只要你肯告诉我他们在哪儿 我可以为你做任何事 我真的想知道他们在哪儿 但我真的不知道 但我真的不知道 那你 是不肯信任我了 不 只是因为你太差劲了 都引不起我的兴趣 我看啊 他们根本就不知道 那些反叛者在哪里 别做这些徒劳的事情 这种时候 我一丁点可能性 也不愿意放过 你说那事来 我只是在等待一个答案 看他们还有没有用处 我只是在等待一个答案 我只是在等待一个答案 这也是我在等待的可能性之一 放心吧 王秘书长 他们都是受过特殊训练的人 折腾折腾也无法 那好 等你们有了收获 及时通知我 我说过 等我挣脱情况 他们都已经跑了 所有的情况 我都已经交代了 负罪之身 该打该杀 我只是请你 不要侮辱我的人格 我只是请你 我只是请你 不要侮辱我的人格 不见了人就应该去追 他们要跑 没人能追得上 还是故意给他们 腾入藏匿的时间 先回来跟组织汇报 是大家跟施小姐商量的结果 但据我所知 这不是她的主意 施小姐不是一个容易受蛊惑的人 当然 在这种情况下 她最重要的是先稳住你们 先跟组织汇报 说是我的主意 因为在那种情况下 施小姐只能妥协 你错了 这是策认 是你们的 还是你们跟施小姐的 你的主观性 是一种习惯 很容易出错 说 合计很简单 人在逃亡路上 神经紧绷 贸然追捕 必然会出现于死网坡的局面 对于我们来说 人要追回 但更重要的是 是要保护那些藏宝不受到损伤 所以我们必须要整到 他们暂时有个安定 警惕性开始放松的时候 再做行动 听明白了吧 看来 你们没少花时间一起串供啊 我真的不想在你身上浪费时间了 我求你了时间 别再考验我的耐心 你是明白人的 这样抗拒的结果是什么 您清楚 你觉得你还走得出这间屋子吗 如果组织着你 我们跟反反正是一货的话 那些藏宝你永远不要再找回来 这么说的话 按我的理解 你们是知道燃燃人的下落的 我会竭尽全力 找到他们 他们有什么资格说这话 你要做的是老老实实说出他们的下落 这不是我的事 你想以此尽长脱效 你把我当傻子吗 我警告你 我会永远效忠当国 你他娘呢 别把我当反叛者对待 别在老子面前耍老子哥 我告诉你李宗文 你再敢绕圈子 我把今天带来所有的药剂 全部注释在你身上 蠢货 你就是个蠢货 我告诉你们 你们要想追回所有的藏坡 就会摒弃猜测 全身心地跟我合作 只有这一条路 只有这一条路 没有 我告诉你 你做出了什么我也不知道 你不让我交差我也不会让你好过 你有没有背叛党国背叛组织 你自己心里很清楚 说 逼了我 逼了我 没有 有我们 你们就能找到反叛者 没我们 你们就两眼抹黑 信不信我们 你们自己看着办吧 报告 进来 我 但是我 你 没有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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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说 我 我 你 我 我 我 都是死事 如果由我们来追捕反叛者 我更希望由当地的特工配合行动 我明白尤贞的意思 这四个人 不适合参加追捕行动 尤贞 尤贞 你的这个小玩意儿 我一直替你包裹着的 我除掉审讯你们的人 是想表明我的态度 但我也希望你们能明白 我有信任 但做不到袒护 如果追捕回国宝 我很难做 高处长放心 若追捕回藏宝 我们以死谢罪 不要总把这个字 挂在嘴边上 我不希望你们死 我希望你们成功 我明白 说吧 既然不知道他们逃散到哪儿了 那我们的追捕行动 该从何开始啊 他们的下落 不见得分析不出来 是吗 是这样 一般情况下从永远要说行 那就基本没问题 我说过 散飞的鹰不好逮 但是他们一旦落脚 就会有迹可循 这也是施小姐为什么同意 暂时会按并不动的原因 说下去 是 先分析大区域 对他们来讲 组织上派遣的追捕者 是他们最大的危险 而对我们来说 敌后的追捕 是很危险的 所以我敢断定 他们逃散之后 会选择日战区作为藏医领 不认为藏医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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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从文深知 沦陷区环境险恶 保证藏医领不落入侵略者手中 是关键中的关键 他相信 逃散的坝下阵人 依旧能坚持住人格的底线 但却无法保证 他们在突发情况下 出现无法自控的局面 现在唯一的办法 就是以最快速度找到他们 阻止掉发生任何意外的可能 是极为高效的布局结构 其特性是 各端点通过最短距离的直线 进行交互 对 以这个结构进行布局 所有的藏医地 即便互不相知 也能在紧急的试态时 沿直线轨迹迅速勾连 而对我们来说 破解出这个结构 就意味着只要确定出一个端点的位置 就可以推断出所有藏匿的地点 所有藏匿地点 都位于端点和端点间之间的直线上 推算出一个端点 便可以通过等边五角形的几何公式 计算出另外四个端点 及之间的直线 而他们为了确保紧急时态的联络会计 所有的藏匿地点的地标位都会很精确 在这种基础下 排除掉相连直线当中的 山川 河湖 以及微观到垃圾焚烧点 这些不宜居住的区域 我们的搜索范围就非常小 我们该如何寻找第一个端点呢 军统战遭破坏最严重的地方 很好 距离套散到现在已经不少时日了 我相信他们已经找到了 比较稳妥的落脚点 追捕行动 可以开始了 是 对不起 你们都是戴罪之人 所以追捕行动的前沿指挥官必须是事了 否则我很难做人 对不起 其实不用你说 从那天的场面我也看得出来 叶总会的方老板 很想捧你 知道 我唯一的要求就是不以真容识人 于是方老板 就把他当作一个方案 对吧 对 他认为一个永远戴着面具的神秘歌女 会吸引更多人的目光 而真正的有心人 却生怕被这个诱人的假面歌女牵引走目光 从而疏捞掉 本该追踪的目标 所以 你 我是安全的 你可以走了 还是要当心一些 就这样 五星毕竟是一把双人剑 由五星的规律构成 隐匿 而且便于勾连 可一旦被破解 所有人的轨迹 都会同时浮出水面 那也是天灾 多疑没用 你会去哪儿 我是个多疑的人 所以我应该有很长一段时间 在你们的轨迹中间留纳 谢谢你 依然还关心着大家 不是 我是在关心我自己 我相信移动的目标 是最难被捕捉到的 也好 这样会显得冷酷一些 能让人少一点思念 你会思念我吗 不许多疑 凡是跟过去有关的 我都想忘记 来 你还没有不许多疑 你最好别反抗 我们不想看到流血 怎么 你们都还活着 对 托老天爷的福 为什么不可以 给我们也留条活路呢 只要你配合 条件 我们可以谈 怎么样 救不活了 是龙九他姐夫 就是龙九亭好 对 龙九亭好 我都打忆了 是龙九亭好 平台 对 龙九亭好 不是龙九亭旦过分 对 龙九亭好 平台 别紧张 我们是保安大队的 追捕盗匪 大家小心 我们中计了 他们要关门打狗 你能不能用词讲究点 改成翁中捉笔型了吧 就你神度 都小心点吧 别让别人捉了 看来 他们对本站的工作 非常的了解 稍有点动机便有觉察 这儿的场地结构复杂 大家分头行动 我们下轮复杂 你不想找我 你不想找我 啊 哦 尤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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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真 尤真我求求你了 尤真 你醒一醒好不好 你醒一醒好不好 尤真你要挺住我尤真 尤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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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下被人剪断了 连不上 他们都有准备 小心一点 小玉 小玉 别动 小玉是我 对不起 你认错人了 是你 把枪放下 我求你 不要打我的脸好吗 给我留张干净的脸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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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快点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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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真不愿意看到追踪者是他们 若不是他们 谁又能想到连线结构呢 这就是宿命 他们注定要为藏宝而死 这尸体怎么没有血迹呀 都别动 你们应该知道我的枪法 所以我再说一遍 都别动 我不得不说声高明 用乔装的方式引诱我们相互误杀 把自身的损害降到最小 光线昏暗 以至于我都没看清楚 何尤真身上有没有血 以至于丛闻和诗兰坠楼的时候 我不将思索就开了枪 还好 特情的本能 导致我在开枪的一瞬间 看清楚我的枪口下 瞄着的是自己人 所以没如你们所愿 我故意把枪打偏了 但他们两个坠楼以后 去洋装中弹 那一瞬间 我就明白了其中的玄机 于是龙嫂 当你向我开枪的时候 如法炮制 吸引得凶险了一些 子弹就擦着我的头过去 看起来 你们的障眼法更高明 但没有你们那么无耻 你们都熟悉战争法 应该知道身穿对方军服作战 是一种什么样的行径 我们只不过是一群 苦苦求生的逃亡者 为了生存 什么都不会过 闭嘴 没有任何理由 可以为你们反叛辩解 孝月 你觉得你已经胜券在握了吗 那你怎么认为 这你是知道的 特勤运员执行特勤任务时 需要带两种子弹 一 杀人的实弹 二 遇到绝境时 假装自杀以此求生的空弹 你们俩隔着楼板在对射时 我听见枪声 稍受有些发闷 原以为是不同的枪行所致 现在想想 你们其中一人 用的是空弹 发现乔装后 为了避免误伤而采取的办法 那么 从最大程度 避免误伤的角度去分析 你们还有一人 用的也是空弹 现在我敢确定 你们只有两把枪 是有杀伤力的 够得上我们一兵 我们 我们只是想过真正的生活 明知 以命又顶 就是想给我们的 我们大家寻找一个生存的机会 可是 最后 还是败了 小月 从温 我们背叛组织 由此下场也不为过 不 拼也拼了 再败 那是天意 我认了 我只是 我只是遗憾 这么多年 会先 里里万万操持这个 上逢任命的家 温顺 温顺 对待着 每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亲人 他大门不出 二门不卖 从没有交过一句是非 连镇上的人都恍惚了 都觉得 他是个 嫁鸡随鸡 嫁狗随狗的妇人 可是 又 又有谁敢相信 他是个 精通六门外语的 叠炮专家 他想 有朝一日再回南洋 回到他的家乡 我 我答应过他的 凤身一过 我就陪他 一同回去 可现在 我做不到了 遗憾啊 我做不到了 农夫 我不姓龙 我姓什么 连我自己都放了 我 我这几十年的兄弟 还有这些 在逃亡的路上 还跟我叫爹 叫熟的孩子们 他 他们都是 独当一面的人物啊 我叫什么 现在 婚都没了 一 一具肉身子 又跟平常人 又什么两样 死了 都死了 谁也别问过去了 好 我告诉你们 宝藏藏在哪儿 我想 我已经 不需要了 是 我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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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送货不送人 你没有这个传令你知道 临出发前组织授出密令 藏宝已经追回 反叛者进行处决 也就是说 从我们出来那一刻 已经不是追捕 而是追杀 枪口永远都对着自己的人 难道除了杀戮就没有别的了吗 从来 我知道 反叛不可以被饶恕 但是你们想一想 他们为什么反叛 是谁把他们逼上了反叛 他们曾经为了使命 抛头颅撒恶血 但是得不到公平公正的对待 现在出现了这种局面 你们告诉我 反思的应该是谁 我理解你现在的心情 但是现在接受的就是这样的任务 我们无法改变 施兰 你给我闭嘴 你就是个大混蛋 在你们官僚的眼中 我们就是没有血肉的机器 没错 我们就是一群 没有血肉的机器 不过其他人 没错 不过其他人 人要不过其他人 那天你用空弹朝我开枪 真的让我有些感动 我在想当时 你不仅仅是提醒我假死又敌 你第一时间换了子弹 是真的害怕误杀我 可随后 我看到你那么真挚的感情 我又恍惚了 谁能看清一个 可以把情绪表演得那么逼真的人 你说这话 好像对于目前的形势 没有任何意义 一个共产党 却像是在为国民党人的内斗 偶尔通信 你告诉我 我该怎么理解 你该怎么理解 你该怎么理解 是 其实 霸夏阵就像一个国家的缩影 同在一个大家庭里边 纷纷扰扰 争争兜兜 但谁都不能 也不应该屏蔽掉 彼此之间相濡隐默的感情 我应该把这些话 当成是你的统战宣言吗 正如刚才 你不失实际的街皮上风 视大家如草剑 难道不是吗 所以说你很高明 我高明 那么你呢 假死之后偷偷地换上了空炮弹 难道是为了配合我的统战工作 还是出于本能 怕误伤到你的兄弟姐妹 我真后悔 没及早地揭发你 你这人太危险了 谢谢你啊 用这种方式来提醒我 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 当李从文暗中汇报了这一情况之后 党组织迅速做出指示 只要藏宝不落入日本人和汉奸手里 归属于谁都不做争议 重要的是 必须以尽最大努力 挽救这些失足者的生命 拯救他们迷失的灵魂 刚才 对不起啊 我的确是很冲动 我明白 没关系 总安 毕竟反叛已经发生 这个事实 谁都改变不了 我知道 我们正在商量下一步的方案 有真提议 为了行动快捷 我们应该严顺五星连线这样的结构直线 兵分两路 我和肖月都赞成这个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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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祝 sweets 是 继续 从账月多少 нем 不就是再人纪念嘛 其实现在也挺好的 有你这么个豆腐骑士 日子过得也不寒酸 生活也挺好的 非常时期 你还想怎么样呢 我想去找吴司令 原来你做流产是为这个 那时候倒也没纪念的 倒是个不错的去处 可他不在交互线上 万一有啥事 别人联络不上咱们怎么办 这不还有你的吗 你知道我去哪儿了 你不想带上我 多一个人 就少一份自由 对我是这样 对你也是 也是 也是 是 我这就算给你践行吧 给你当了几年的妈 爱吃哪口啊 我都没人清 妈 对不起 真的不是我无情 我只是觉得荒废了太多岁月 实在是等不及了 我懂 懂 你不是太想要男人吧 你不想啊 挺大个城市 想男人了就去找呗 归到头儿了 这些年呀 咱娘俩人前当母女 被地里是个啥样 也就自个儿清楚 今儿把这关系结束了 挺好 我也是半老徐娘 风云犹存 才不甘心当你妈呢 来 碰一杯 咱俩换一下呗 你喝我这杯 我喝你 进屋的时候 我杯子里的酒 就是满着的 你忙不爹地给自己倒酒 假装两杯酒 是从一个瓶子里面倒出来的 一口菜都没吃 其实倒酒干什么呀 你说这话 太让我伤心了 那就换一下 让我喝着放心 你放手 我要你喝了的 好 断肠粉对吗 齿家凤里扣出来一点 就能置人于死地 我不甘心 不甘心 你现在 是几个穆斯林 你已经得到幸福了 凭什么 凭什么 凭什么还要拿走那份 一丝天年都不给我留下 我收拾行李的时候 已经把我那份放到你的巷子里了 妈 你不该怀疑咱俩最后这点真情 我其实是不想我 要不想我 要不想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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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鬼 拂云散 明月照人来 团圆美满 今朝醉 你也不比我漂亮多少呀 我承认 可是你一来呀 所有男人的目光都被你带走了 真是搞不懂 那么多花容月色 怎么就偏偏喜欢一个 挡了半张脸的 所以女人啊 不能对男人付出全部 所以女人啊 所以女人啊 不能对男人付出全部 想要让他们追着你捧着你 就得对他们半遮半眼若即若离 可真正的爱情 不就是应该付出全部吗 这个世界上 能有什么是真的 滚滚红尘 梦幻泡影 那天我去寺庙里烧香 也听人说什么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之类的 可是一切要是假的 是空的 那我觉得生活 就没啥意思了 你觉得没意思 可好多人还在苦苦所求呢 我去看 瑟琳娜 该上场了 不是 我去哪里 中文字幕 李宗盛 真的没有别的办法 要么追杀 要么自相残杀 一个一个地在我们面前死掉 踏出第一步的时候 他们就该知道这是条布柜 他们得到的应该是拯救而不是屠杀 收起你这副罪脸吧 一个共产党偏要给国民党特勤苦丧 你不觉得你很虚伪吗 共产党怎么了 在他们的眼里边只有拯救 没有屠杀 我更怀疑你是别有所图 你什么意思 如果能拯救那些人的性命 那些宝藏哪来的归哪去 我分毫不动 李宗文 共产党杀我爹妈的时候 我已经懂事了 少给我假人假意的 你如果这么想的话 你就太不了解共产党了 当初你提议分兵两路 也不想跟我单独在一起 想重新认识一下我吗 我可以很真诚地告诉你 共产党不会把自己的枪口 对准自己的兄弟 你要再在我面前提共产党三个字 信不信我现在就揭发你 那我劝你还是留点时间 留点机会 来拯救你的兄弟姐妹们吧 反叛者罪当于死 如果他们真的没有良心了 那些宝物 你一件都别想找回来 正是因为他们有了良心 你们才有了机会 难道就不应该给他们机会 让他们活下去吗 你嚷什么呀 是 反叛这件事上 我也有责任 要不是我一心想要探明你的身份 早今应该阻止他们 而不是活上天才 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 你真的能让大家活下来 萧月和石兰那一路 我已经鞭长磨叽了 我只能保证我们俩 怎么保证 我的同志们 会全力以赴地帮助我们 诸位 日本人让我们避免跟重庆军产生摩擦 加大反攻力度 你们怎么看 日本军部现在的对华战略是 不再扩大势力区域 以守为主 很明显他们在走下坡路了 早晚得滚蛋 这意味着我们跟重庆军早晚也得归在一起 而反共 恰恰也是重庆军的意愿 何乐不为呢 您说呢 要我说你还太嫩 打谁都得伤到自个儿 两方面都不要产生摩擦 枪杆子是用来争利益的 没有由事争个屁 现在统一方阵 今后再跟着青角围剿什么的 先把风放出去 让人家有个及时的应对 打谁都得伤着自己 所以跟谁都得避免摩擦 枪杆子是用来争利益的 没有利益争个屁 现在统一方阵 以后再有围剿 青角什么的 让人通过线 让人有一个应对的准备 明白了吗 报告 进来 这帮混蛋抹se na 武侍 这帮混蛋麻痹精 你待着不对不辞而别 你什么意思吗 你不要我 你还给我留一封信 要人忘也忘不了 放也放不下 我是因为爱你 我才离开的你吗 关你了吧 你知道吗 我醒了之后看到空淡淡的志愿 你知道我心里有多难受吗 我一想你肯定就是骗我的 你还给我留一箱金条 我一次把你的金条全扔了 但我心里还是忍不住想找你 我就找我 找我 找我 就找到现在了 我好辛苦啊 我一辛苦我就后悔 我干吗把那些金条都扔了 我 好了 好了好了 错了 我错了 我发誓 我吴国雄从今往后 不管是好是坏 永远不会再甩开你了 我们永远在一起 永远不分离 啊 过来 我决定了 我 我说过我会被你做到的 我现在也可以 难为你了 自从离开你之后 这鬼眼头 我的剑 都是为了你 都是你的功劳 小 advance 可� 是 最后 获益 啊 了 小 flavors berries 上 insec 向远 当时大家一时心软没杀了你 真是后患不穷啊 藏宝在哪儿 藏宝在哪儿 别逗了 告诉你 我们还有命的 你活吗 迷途之法 至少不会留下万事骂名 辱没了仙人 小爷 抓紧时间 徐使根 告诉我藏宝在哪儿 别再抗拒了行吗 抗拒的结果只能是你死在最后 这全是你逼的 你好好想想 你好好想想 还有谁会死你前头 小爷 我求你了 给我留下我儿子吧 我求求你了 我求你了 小爷 小哥是你看着他出生的 你别忘了 小哥出生的时候 是你和我大夫把他烧的开水 小爷 我求你给我留个种吧 东西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东西在哪儿 我只有一个条件 就一个条件 放我儿子一条生路吧 放我儿子一条生路吧 小爷 小爷 我答应你 我绝对不对他 也绝不允许任何人对他刀枪向向 好 我带你们去找东西 捣完东西之后 给我留个拳尸 给我留个拳尸 小冠儿 一会儿会有几个叔叔过来 他们会带你到一个很远的地方 那个地方有很多小朋友 他们都是历史遗孤 所以你不用担心有人敢欺负你 你们会在一起学文化 学习各种技能 直到你长大 做一个男子汉 小哥 把这两个糖豆吃了 他们可以让你忘掉所有不快乐的事 小哥 把这两个糖豆吃了 我现在的原因有点准备九位 你们有点准备你 穿得了 味道 挥手 赔工 于不是 那圣洞 今天我不会了 尖叫车 你肯定可以獲得了 这些人 你肯定 我ardeş 你肯定 只是我看着长大的孩子 这就叫 斩草除根 别待我面前哭 你还是当初那个坚毅果干 一身豪气的萧月吗 你还是当初那个 让我崇拜 让我迷恋的英雄吗 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 婆婆妈妈的 你为所不为所 你不懂的 这些年 我们朝夕相处 你不懂的